這裡是GIMI資訊社群,我是宇婷 那這是一個社群與社群與社群合作的一個數位三名的APP的服務 那過去社群在SYFA的時候都會做收容安置的動作 那這個APP就是在過去在收容安置的時候就要做登錄或紀錄的 紙本服務改成數位化的服務 那這個平台就算網路斷序的時候也可以正常的運作 它會在有網路的時候透過Email或者任何的組織媒體 傳到應變中心EOC的部分去做資料的處理 那三名到現場的時候它可以拿出身份證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這裡有條碼 那如果三名醫療狀況沒有拿到身份證 它可以靠臨時的三名證去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服務除了到應變中心可以做資料匯整 或者EOC可以了解所有的收容狀況去做緊急的應變處理 然後甚至於開關資料可以結束災民協取的部分 那也可以了解到哪些災民可能需要醫療的紀錄吧 直接在EOC那邊都會有 那我們來做一個 所以再介紹一下說這樣的一個應用 基本上在現在常用的八顆Scaner 這種藍牙 它都透過 所以它可以用在我們常用像一些電力電那種抓的速度 可以加快速度 OK 然後這裡有一個Demo的部分 比方說災民來到現場然後 它可以透過 掃聲證之後可以 接著就可以出入它的災民資料 電話 姓名或電話 然後點P次 然後也可以進入說它可能有醫療的需求 或者它有諮詢的需求 或者說它有領的物資跟餐飲的服務 OK 然後 開關資料後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介面 然後 呃 比如說現在有個民眾要找林先生 可以知道他在幾點的時候來到大航森林公園做安置的動作 謝謝各位長官